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说一个真人游戏闯关的故事 男主角是一个爱玩游戏的死宅,你知道的吗? 通常宅男身边都没什么朋友,可是他们通常也不愿意承认,因为这样很没面子的 所以他通过帮同学完成论文的方式,教导朋友不重要男 这天游戏男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认识了非常乐爱学习的学霸女 他觉得体育课上玩什么抛街球,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啊 体育老师又不会让自己的成绩变好,所以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啊 游戏男听了女主角的话,觉得女主角好单纯,好不做作,得罪了老师的下场就是 女主角被理所当然的要求留学 游戏男也很快被老师发现帮人代写作业,马上就找到游戏男和不重要男当面对峙 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一定要好好反省啊 两个人就在办公室里遇到了一起留学的学霸女,还有另外一个不重要女 不重要女平时最喜欢玩手机,甚至还在学校考试的时候和朋友视频聊天,因此也被留得下了 留学的四人被要求打扫学校仓库 游戏男刚好在角落里翻出一个破旧的游戏主机 组装后发现里面有个叫做勇敢者的游戏 玩法就是要几个游戏人物组队闯关打大魔王之类的吧 男生当然最喜欢玩游戏啊 所以在说服了两个女生以后,四个人就打起了游戏 造仓库什么的,根本不重要啊 各自选择了游戏人物之后,游戏主机突然发出了绿光 几个人就被啊啊啊吸了进去 游戏男变成了一个肌肉男 学霸女变成了美女奴隶 不重要男变成了不重要不认 不重要女则变成了肥胖的中年大叔 不重要中年大叔一出城就被野生河马生吞了 紧接着就从天而降 就在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好可怕的时候 NPC游戏男出场了 让老司机带你们怎么开始玩这个游戏 第一关深渊沼泽 就是刚刚不重要女被河马吃了的地方 几个人误打误撞的就闯关成功了 第二关咆哮鼓 那说实话我有些不太明白 咆哮鼓为什么要叫咆哮鼓咧 大概是因为会有一群机车男来追你 逼得你不得不边跑边剖笑吧 奔跑的时候 学霸你不幸被打中 就变成了粉末 紧接着跟不重要女一样从天而降 大家开始讨论 游戏男也发现 原本每个人手臂上都有一个类似围阵的东西 而不重要女跟学霸揪两条 推断出这代表美人的生命术 一旦用光了 游戏就结束了 那他们就会被永远困在里面 要想离开 只能成功过关 四个人只要继续出关 根据指示 他们去了急事 在这里补充了食物 在NPC小孩的带领下 他们找到了瓦罐 坑手道具的是一条猴可霸大蛇 不重要男拔掉了大蛇的毒牙 获得了道具 紧接着大魔王说 故事都过去一半 也该轮到我出场了吧 于是派出手下去追杀游戏男 游戏男变身的肌肉男 轻易地打倒了追杀的人 他们还碰到了几十年前被吸入游戏 至今还没破关的倒霉蛋 他带着大家走迷到 海多了大魔王的追杀 大家有惊无险地闯关成功 之后一群人相互鼓励 团结合作全区第四关 这次游戏 雪霸女全区负责勾引 看守仓库的侍卫 大家趁机跑到仓库 寻找交通工具 倒霉蛋因为前两次的失败 不知道要选什么好 而游戏男知道 倒霉蛋的游戏定位是一个飞机男 所以众人决定开着直升机 去递关找大魔王决战 路上飞机男发现 自己已经困在游戏里面十几年了 以时有些接受不了 不重要女 赶紧鼓励一下飞机男 加油 也是最棒的 男女主角也顺便互相告白 用舌头狂甩对方嘴唇 大家终于到了最后一关 大魔王也早已等候多时了 指挥着猎炮毒蛇 对主角一行人发起攻击 游戏男说 我可是有着主角光环的男人 才不会轻易认输的 然后男女主角在空中玩起了杂技 空中飞人 加上空中接力 把宝石放回到原位 游戏男大喊一声 我是主角 大魔王就咯屁了 NPC游戏男也出现了 说各位已经完成了游戏 可以回家了 宝霉蛋终于可以离开游戏了 不重要男和不重要女离开后 游戏男突然对学霸女说 既然我们之前互相表白过了 加上现实中的我们 也没有游戏里好看 干脆就留下来好了 而学霸女表示 如果你喜欢我 就到现实生活中来找我呀 老娘才不要留在游戏里嘞 然后就回去了 男主角也回到了现实生活 回到现实中的他们 找到了飞机男 原来飞机男回到了自己的年代 之后结婚生子 现在过得很好 紧接着游戏男和不重要男 一起去砸掉的游戏机 避免还有其他人卷入游戏 然后男主角狂喘女主角嘴唇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了这个故事 大概是希望我们明白 简单的东西不要随便乱玩 否则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之类的吧